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迪丽热巴是不是瘦过头了 以前多好看啊 所谓纯玉风 是指兼具清纯和性感两种不同属性的混搭风格 现如今 伴随着夏天的到来 让既能够保留一定路夫度 维持清凉感 又休闲好穿的他格再次走翘 以迪丽热巴的机场造型为例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纯玉风搭配法则 帮助大家更好拿捏这一时尚潮流 纯玉风和俗气风的界限 究竟在哪里呢 在与两者所奉持的精髓上 后者常常利用扭捏的姿态 谄媚的表情与暴露的服饰来传递风情 殊不知越是这样 越显得凝巴局促 而且适用场合不多 但纯玉风不同 它更多的是一种舒展 鼓励人们勇敢地进行自我认同 展现优美的身段 同时还保留一丝神秘与休闲 正如镜头下的迪丽热巴 明明她的服饰也有些修身 肌肤也有所展露 却只会让人感受到那份充满悠然的慵懒 帅性 而不是粗俗 艳丽 只见画面中 迪丽热巴头戴粉色棒球帽 跳脱的糖果色清新又元气 让人看着便觉得神清气爽 灰色针织背心采用公字形款式 不仅完美遮挡住了可能会出现的白白肉和妇乳 而且还保留有乳形式大领口 将纤细美丽的肩部线条 优雅的天鹅颈等优势尽数展现 与此同时 针织的面料柔软且透气 采用这类面料制作而成的服装 往往既贴身又舒适 即使是夏天穿依旧不会让人觉得闷热 两感十足 夏装是一件水洗色牛仔裤 清淡的色彩完美 适配于猎羊直射的天气 带来如同海风般的清爽感 磨损的做就是 面料则为服饰增添几分时光的沉淀感 让服饰充满了高级格调 最后高腰式设计搭配上妆的紧身处理 顺利勾勒葫芦形身材曲线 大胆释放女性魅力 这样又甜又萨的迪丽热巴 谁会不爱呢 如何拿捏唇郁芬为 尽管多巴胺是艳丽着装很火 但是对于纯玉峰来讲 那些过于高饱和的色彩还是不太合适的 毕竟我们需要展现的是女性柔美 优雅的气质 所以诸如淡粉色 浅蓝色以及嫩黄色之类的清淡色彩 才应该是第一选择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将迪丽热巴身上的浅灰色针织 背心和水洗蓝色牛仔裤的色彩 统一换成艳丽的红色 或跳跃的绿色 是不是一瞬间便没有了俏皮可爱风采可言 纯玉峰的玉应该怎么体现 答 通过适当的陆幅度来塑造 当然 这里的陆幅并不是随意展现 而是要根据自身优势 比如 如果你的肩颈线条比较好看 就可以选择迪丽热巴同款 U形领或者一字肩 方领等设计 如果你的手臂线条比较好看 那么也可以像迪丽热巴一样 穿上亮丽的小背心 或者无袖式服装 如果你的腰比较好看 那么时下里正荡红的陆旗装 短上衣将是你最好的搭档 通过这般阳长臂短式穿衣 相信你也能很快找到自己的魅力点所在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